新闻的消息宝捷 我们在昨天看到了几杯车 缓缓从桃园地方法院驶出 然后进到了桃园监狱 这一幕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是因为这里面坐的是郑文财 他曾经在民进党内全省一时 他被认为是民进党未来 最有实力的一个人物 就没有想到 他现在真的深陷了领域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就看到有非常大的力量 在互相绞劲 而这个绞劲的过程里面 有一方是非压不可 有一方要全力的保护 但没有想到 保护的这一方 全部的败下阵来 那这个角力到底为了什么 因为有人讲 如果你只是要 郑文财的政治生命终结 一千两百万的交保 而且院检双方都说 他涉嫌重大 五百万的金额都这么明确 他的政治生命 照一讲已经没有了 既然他的政治生命没有了 而且已经是七年前的案子 为什么非压不可 更可怕的是 今天我们得到的消息 在跟他同房的 有另外三个人 三个人有两个是炸气犯 另外一个是跟烟毒毒品有关 这个就非常可怕的 我们过去知道 邱毅的例子是 如果我要整你这个人 我就干嘛 我就让你跟烟毒犯在一起 如果我要保护你 我就让你跟炸气犯 或金融犯罪者在一起 就没有想到 他竟然是跟烟毒犯 如果这个烟毒犯 他有毒瘾 如果有毒瘾的话 他在里面发作 那个过程是非常恐怖 是让人非常受不了的 所以为什么会安排一个毒品的犯人 跟郑文蔡住在同一间牢房里面 这个过程里面 难道我不但是要压你 而且我要把你整到彻底的 整顿你吗 好 虞虞 刚才讲的是 郑文蔡这个东西讲的 我们这样讲 有两股力量 一股力量在检方 一股力量在高院 然后那两股力量 夹起什么 夹起要求这个桃园地方法院 你给我非压不可 可是桃园地方法院认为说 签结是你地方 你以前地结署签结的 而且你还签结了两次 而且这是七年前的案子 你叫我非压不可 我不要担这个锅 没有想到互相拔合之后 桃园地方法院退让了 他认输了 也就代表 保护郑文蔡这股力量 兵败如山道 但今天更可怕的是 那你都已经进到了桃园监狱了 你都已经进到看守所 我们过去知道 过去如果你在台湾 是一个重要人物 是一个重要的官员 你大概进到牢房里面 要不然就独居 要不然就两个人 而另外一个人一定是清粹 而这个清粹 大概就是金融犯罪或诈欺 等于说它对你没有威胁性 如果我要整你的话 我就让你跟毒品犯 关在一起 就没有想到 郑文蔡居然是牢房 一间住四个人 这种天气 住两个人已经很累了 住四个人 住四个人就算了 两个诈欺犯 没有问题 居然有个是毒品犯 你说如果跟毒品犯 在这种天气里面关在一起 那是天大的折磨 今天台北非常的热 桃园也非常的热 你想想看 你今天有办法不吹冷气吗 我今天一跑出去 在进办公室 全身都是汗 你要想想看 桃园的看守所 它是没有冷气的 没有冷气 你每个人只能够去开卡 然后去买一个 手上型的电风扇 那个电风扇吹出来 是热风 那个是吃电池的 而且你这样子吹 根本就没有用 更惨的是郑文蔡 昨天是下班时间进去 他还来不及去办卡 所以他恐怕没有 那一支小电风扇 然后你想想看 你竟然给他四人房 给他四人房 这个是多么的一个 可怕的一个行为 怎么样可怕 他有没有进去关过 他没有进去关过 他以前住的是哪里 住的是关底 桃园市长的关底 副总 副行政院副院长的关底 你住的是关底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舒适的环境 你竟然给他四人房 四人房是什么意思 四人房就是你睡觉的时候 你是要排排睡的 你睡觉的时候是侧身的 你是没有这样子 躺下来睡的机会的 你是侧身的 然后呢 当然的 他是郑文蔡 不会给他 一般来讲的话 新收犯人是要睡马桶旁边 是不会给他睡马桶旁边 问题是 你要看看 你给他配了什么人 我们昨天讲到了 对 真想吧 你讲到 过去包括陈水扁 包括陈志周 包括刚刚讲的邱逸 连民进党这么讨厌邱逸 也是两人房 就他一下四人房 你给他四人房 然后这种天气又没有电风扇 我真的不知道他今天怎么熬过来的 好 重点是 为什么以前都是两人房 如果你跟郑志稍微有点关系 他给你两人房 寓所算是给你的一个 方便 方便 给你一个礼遇 他们都说你进去 关就叫什么 深照 是念书的意思嘛 那两人房另外一个是谁呢 就是书童啊 他来服侍你的 教你说你要怎么上厕所 上厕所是要学的 不是你进去你就会上厕所的 好 然后教你说你要怎么样去熟悉这个环境 等于说这个人就是你的书童 就是你的这个 类似副官帮你做所有的事情 可是今天来看 郑文杉进去竟然给他四人房 挤得要命 再来给他两个炸气饭 炸气饭 这两个都是车手 年轻的车手 大概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再来给他一个毒品饭 为什么跟毒品饭住在一起 非常恐怖 这非常恐怖 如果你还记不记得 昨天那个美歌是什么 5点57分才定 我们6点05分才知道 电子看板才会出来 他竟然可以6点10分就告诉你说 我们找好了 这三个人案情单纯 哇 我的光打字 你也要一点时间吧 那表示这些是挑过的 你挑过了 你说这三个人 这两个炸气饭 这个毒品饭是特别挑过的 你挑过 你怎么会挑出一个毒品饭 他记得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 桃圆监狱讲说什么 案情单纯 所以这毒品饭 可能是制造毒品 走私毒品嘛 他一定不是嘛 他应该就是适用毒品 你适用毒品 所以说我如果是走私 我是贩毒 我是重型犯 重型犯是不可能 跟郑文燦关在一起的 对 所以他是一个适用毒品 那适用毒品 大家会觉得说 那你适用毒品 总比走私好吧 No 你继续关 你因为跟那些大的毒箱关在一起 大的毒箱通常不会吸毒 你今天一个新收的 这里还不是监索 这里是看守所 代表什么意思 郑文燦他被积压 那这个毒品饭也是适用 然后被积压 你刚进去 那个毒饭还在耶 你知道吗 你进去之后啊 你看到他这种天气 你在那边提的时候 什么叫提 大家没有看过 我以前跑社会新闻的时候 抓进来在 卡龙里面提的时候 他是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然后呢 用头去撞那个 那个卡龙的栏杆 然后撞到最后都是 满面是血 他就是毒饭来了 然后呢 你当然不可能 给他试用毒品啦 那你也不可能 因为他这样提 就把他送医嘛 所以他如果有 戒断反应的时候 怎么办 他一定有戒断反应啊 这个东西不可能 如果那么容易戒 他就不会进去了 因为我们就跟 有一本书叫监狱 我来我戒我叉叉 就非常的愤怒 他说在里面 最恐怖的就是 跟毒品饭出在一起 对 然后呢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除了呕吐 然后味道很难闻之外 你知道吗 现在来讲 他吐下来的东西 谁收 我觉得这真的很尴尬耶 因为这两个 这两个算是车手 这两个这里面的是学长 对 如果你没有特别交代的话 你难道要 前习政院副院长 去插吗 那那个味道真的很难闻 然后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说 你上面的眼泪啊 鼻涕啊 弄完之后啊 有时候毒品饭 还会失禁 那种 这种天气 然后你又没有电风扇 然后你又要关四人房 我想到 我就觉得毛骨悚来 你特别安排 找了三个案情单纯 你根本就是整他嘛 对 就是让他没办法关嘛 这个东西来讲 太可怕了 刚才讲的以前邱毅也是非常愤怒说 他被关的时候 他觉得他被枕了 那为什么被枕 他说他就是跟 烟毒贩住在一起 烟毒贩还跟我讲的 平常没事这个眼泪鼻涕 什么就是流 流了以后呢 他有时候会大小便失信 大小便失信 他会呕吐 呕吐了以后 他说半夜 他说邱毅说 我眼睛这样 半夜醒来的时候 眼睛一打开 那个烟毒贩 因为他已经有的时候 会情绪爬爬爬爬爬 的时候 他就眼睛直直的瞪着你 因为烟毒贩 他在戒断 戒断的时候 就是我们讲 在提的时候 他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 所以他在这个里面 他是可能去攻击 其他的一个 同所的一个室友 这是非常的可怕 所以邱毅就讲 我们两个是挤在 3.3平方米的空间里面 我可是跟吸毒贩在一起 他说这个吸毒贩 每天上吐下线 搞出一大堆东西 我还必须清理 而且在这个摄氏制度 跟现在一样 就是摄氏制度 你知道排泄出来的味道 有多臭吗 而且根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 把我逼死 把我逼疯的 而且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邱毅你不要再抱怨了 你还是双人房 你还是双人房 郑文杉他进得住的是四人房 你竟然经过特殊的一个安排之后 你给他四人房 你在里面又放了一个烟毒贩 我觉得这两天的天气这么热 然后再加上 他的那个小电动风扇 不知道我们在录影的时候 他开卡完成了没有 开卡完成之后 应该明天 他就可以收到他的电风扇 而且邱毅还讲 吸毒的人 白天不睡觉 白天不睡觉 晚上不睡觉 晚上不睡觉的时候 你就知道有多可怕 然后如果他在晚上在提的时候呢 他变成什么状况 变成你也不能睡觉 所以你变成白天黑夜 你都处于一个非常非常紧风的状态 以郑文燦一个前习政院副院长之尊 我觉得他真的很难关 这也是桃园某处大楼 根据了解每层楼都有吃喝玩乐的地方 就有议员爆料 郑文燦过去可常常来到这里 会关酒店一个又一个显眼招牌 到了晚上这里就会非常热闹 桃园镇商到此花天酒地 不只是在地民众这么说 来更是透露这里可是郑文燦密码 除了自己的家就是往这里跑 算是政坛没有看过也有听过的事 地方人士都知道 郑文燦在接任市长之前常常出路 而且一出路就待了非常久 而且不同楼层他都曾经去过 当时在桃园如日中天的郑文燦 基本上就是认为不会有人对他怎么样 所以才可以完全不顾观感 大喇喇的出入声色场所 原来这算是郑文燦担任桃园市长前 经营人脉的方法 选后改住到关底 同样的应酬交际模式没有少 而这里就是郑文燦过去担任桃园市长时的关底 距离刚刚的会馆只有700公尺 而且外传过去这里 晚上都会有不同接送车出没 附近全是住家和校园 郑文燦桃园关底出路的人车多 又常饮宴应酬到深夜 地方议员就说吵杂的声音 也曾让附近住户都快受不了来陈勤 他更把市长关底当成他饮宴应酬的场地 不只是把外汇办进来 偶尔还会有唱歌的这个设备 把所有的企业好朋友 不管是A咖B咖通通腰道来关底里面 如今法院认定的郑文燦政治影响力 从过去累积庞大人脉方式 被蓝银一一踢爆 郑文燦不避讳任何红线 业业声歌的传闻也让外界惊叹 董事室 炼州好 李鲁桃院报道 持续来关注前桃院市长郑文燦 因为涉嫌贪污如今遭到收押禁件 整个案情大回转 最后法院决定将他收押的关键理由 到底是什么 这真的可以说是郑文燦聪明反背聪明误 原来是因为根据特定人事掌握 郑文燦老脚就知道 彼此检方之间的答辩过程 所以他在前一天回国之后 他就想说他要自清自己 把手机的讯息通通删除 还主动缴了手机 但是这个就成为了关键证据 郑文燦在第一次被传到案的时候 主动交出手机 他就觉得老神在在 反正我讯息都删光了 还不知道检方不是省油的灯啊 早有一套以色列的系统 是可以完全还原讯息啊 LINE所有的历史记录 四天之后手机还原了 这才发现原来他在开庭之前 还用LINE传达边讯息给他的实信秘书 涉嫌篡证之语 也成为法官决定积押的关键证据 前桃园市长郑文燦这次会被抓到 涉嫌篡证 就是因为他在五号开庭时 为了自清主动交出手机 还很配合的主动提供手机密码 结果反而让他自己和秘书的对话 曝了光 桃园地院收押郑文燦后 也特地针对这部分说明 郑文燦在七月五号应讯前 当天上午用LINE传送应讯答辩讯息 给他的实信秘书有串证之余 监方在七月九号晚上七点半 第二次向地院提起抗告书状时 提出这项刑事证 成为法官裁定积押的关键 郑文燦老神在在主动交出手机 因为他疑似早就把LINE删光 以为传过水无痕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警方和调查局都有一套数位见识系统 查库到的手机只要连接专用设备 就能还原资料 包括删除的照片 通讯软体的对话记录都能被复原 检方五号取得郑文燦手机 疑似就是在等这些关键证据被逐一还原 郑文燦想用交出手机来自清聪明反背 不止这点这次贪污案再再都让检调 跌破眼镜 郑文燦被控在桃园市长任内 利用土地开发案收贿五百万 这笔钱疑似是直接在电话中说 结果直接被监听到 而且付钱时还没有选择相对隐秘的地点或管道 反而直接约在郑文燦当时住的官邸内 面交五百万再加上这次他又主动上缴关键证据 究竟是太嚣张没在怕还是太大意让自己踢到铁板 东森希望林荃蔡如山在台北采访的 好不论是老神在在还是太大意最终 郑文燦他传讯息给他的失信秘书都成为法院决定将他积押的关键理由 不过大家都很好奇他的秘书到底是谁 原来跟了他整整十年 那么其实这次收押的关键就是因为他传了整个案件给他的新妇失业庭 外界都在关注失业庭何许人也 大家都说他是地下郑文燦 宛如郑文燦的守门人 也就是说任何的引擎 或者是任何人想要跟郑文燦来交涉都要透过他 只要郑文燦跟失业庭同车 郑文燦都会把整个东西都交给失业庭来笔记 而被问到敏感话题时 实验庭总能说我不知道来打马虎 在他旁边待了十年非常机灵 郑文燦涉庭心服实验庭被指成为串政的中心人 任职还就会参事的他跟着郑文燦从进退以辞职 但却人间蒸发不知趣上还被列为被告 他对郑文燦来说到底有多么重要 关键一论实验庭到底是何许人也 郑文燦常常就是掌声留给老板 那心酸自己吞 他其实都是很认真的做好这个幕僚的工作 当然交由司法勿往勿众 但也还给清白的人清白 陈宇实验庭在桃师傅公司的严伟茨表示 实验庭确实低调 行少在镜头前出风头 但东森新闻持续追 他曾出现在郑文燦的书中 以贴身幕僚的视角阐述老板的饮食 从早餐爱吃猪血汤油饭肉跟面 到自己的口味跟着辩 这层亲近的关系 在地议员这样形容 任何人在内民众的陈情 跟郑文燦讲了什么 郑文燦一上车或者是一回过头 就是试验庭在旁边会接着 然后把他笔记下来 郑文燦的守门人 或者是郑文燦的把关者 一点都不为过 很敏感的这种话题 那试验庭他完全就 这个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一座你饶了我吧 事实上在7月5号 应讯前郑文燦用LINE 传讯给试验庭 让法院怀疑他 可能提前掌握检方侦办之外 试验庭也多次代表 郑文燦联络廖 廖俊松父子 不难让人想象 试验庭身上还有多少资料 过去他曾担任 太阳花角色小组学生代表 之后郑文燦参选桃园市长 第一份工作就是加入竞选团队 当选之后 从基要秘书升任市长是副主任 再被带进政院 担任副院长办公室主任 后来郑文燦任职海基会后 才获聘为三次 试验庭一路跟着郑文燦 超过十年 车手跟水房之间的关系 它都脉络巨细 然后完完全全能够掌控 身为照样者的试验庭 过去照样十年 如今得想办法 在自己照样中求生存 东西郑文燦心中不倒 男子戴着口罩 帽颜压滴滴 来到桃园看守所 不为别的 就是特别要来给 被收押的郑文燦送书 塑胶代理分别是 从黎明到摔腿 可刚中的台湾史 和民主在美国 检索人员检查后 把黎明到摔腿这本退回 男子又换了一本薪金 从早上八点半来到接见市 他手上提着一袋物品 里面有三本书 还有三件T恤 接着这位民众 在跑到合作贩卖部 去购买给郑文燦的日常用品 男子在福利社大采购 买了两倍盒其他物品 甚至超过两千元上线 因此有些东西还被取消 就连桃源市议员张兆良 也来看守所要送钱 但其实郑文燦自己早有准备 自备请聚量倍量席 就连慢性病药都有 而律师也在第一时间来律见 心情怎么样 收拾房 但郑文燦到底好不好 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 毕竟他涉贪之外 部下也很贪 什么做 还是回答不出来 那你在做什么专案报告嘛 市长任期之内 包含金发局长朱松伟 向厂商索惠被判刑13年 另外市政顾问郑英雄 涉嫌索惠 带业者牵线 行贿前金发局副局长 王允城 包庇违章工厂 分别判刑半年和两年十个月 品项跟数量 包括一些销毁的部分 卫生局副局长 陈世璋和徐锦兴 同样涉嫌包庇药局业者 卖过其感冒药 被判刑一年八个月 和两年徒刑 陶杰总经理陈凯玲 贪污加上财产申报不实 判刑六年五个月 郑文燦心腹全部离不开贪 也被外界开酸 要是这回郑文燦 与小内阁们 会不会在狱中团聚 当时的陈明胜 张中皇 赵卫姐 马恩凯玲 韩容桃源报导 到底谁泄命 谁是内鬼 七年前 资讯怎么样流出去的 七年以后 为什么相同的戏马 又再度上演 令委黄国昌酸溜溜的说 郑文燦真是神通广大 原来早在第一次应讯之前 就已经知道 检调的侦办内容 还能把答辩方向准备好 从地方到中央 提供一条龙的服务 青年 情政 爱乡土 证实一场骗局 最大的笑话 夜路走多忠欲鬼 在民进党的所谓 弊案黑箱之下 这个弊案盖牌之下 那基本上是非常嚣张 哼着走 蓝白口径一致 要求法务部应该彻查 到底是谁泄密 因为陶检指出 这文灿在7月5号应讯之前 用LINE传讯息给秘书施艳廷 两人逆妥答辩方向 而这位秘书曾经担任过太阳花决策小组 之后郑文灿参选桃园市长 加入竞选团队 当选之后就进入市府担任机要秘书 2016年升任市长是副主任 之后郑文灿也特别把实验庭带进行政院 担任副院长办公室主任 后来郑文灿任职海基会董事长之后 也获聘为参事 实验庭一路跟着郑文灿超过10年 可以说是重要心腹 根据了解郑文灿收押之后 实验庭就没进海基会办公室 实验庭本来就是郑文灿很信任的一个媳妇 而他在郑文灿身边的表现就是 很灵活 然后也有一些创意 守口如瓶 然后反应很灵敏 不算是这种重大的事件 他也是相当信任他的这个左右手 郑文灿遭收押的关键之一 就在跟秘书传讯席 逆妥答辩方向 各界警钉到底是谁走漏消息 背后还有多少争议 没有曝光 东森新闻刘维成 柯健荣业亭在台北报道 前桃园市长郑文灿收押看守所 隔天一早委任律师陈永来 就来绿见1.5小时 结束后透露郑文灿都很好 心情怎么样 收得很高 布置律师还有男子戴帽子口罩低调来送书 所以我去买好 塑胶袋里面放了三本书 分别是从黎明到衰退 克刚中的台湾史和民主在美国 监索人员检查后 把从黎明到衰退这本退回 男子又换了一本薪金 早上8点半来到接见市 他手上提着一代物品 里面有三本书还有三件T恤 接着这位民众再跑到合作贩卖部 去购买给郑文灿的日常用品 男子在福利社大采购买了两倍 和其他物品要给郑文灿 甚至超过两千元上线 因此有些东西还被取消 是亲友船还是支持者吗 今天怎么会想买 有带什么东西给郑文灿 就连桃园市议员张兆良 也来看守所要送钱 但其实郑文灿自己早有准备 然后他晚上他有准备 有帮有买他的请具 请具包括了棉被 还有凉洗还有枕头 他有带一些慢性疾病药进来服用三天 郑文灿第一天晚餐菜色包括卤鸡翅 凉拌豆干炒空心菜清蒸排骨汤 但他一口都没吃 第二天早餐则是黑糖馒头水煮蛋 午餐有苦瓜香肠 摊开桃园看守所一周菜单 主食还会有香喷喷的炸鸡排和麻油鸡丁 而郑文灿原本收容编号为2350 结果曝光后看守所表示 涉及各资紧急更换编号改为不公布 也特地帮郑文灿安排三位 涉案单纯的室友 分别是炸漆和毒品 而且他收押禁件 昔日震坛要脚 现在只能在走廊放风 东森新闻赵一杰张仲华在桃园采访不到 前桃园市长郑文灿涉滩遭到了收押 而最新消息是桃园定院也公布了收押的理由 关键就在于郑文灿疑似为了要自证清白 他交出了手机 但是却被发现在第一次开庭之前 就把开庭的内容传给了他的诗心秘书 被检方逮到串阵 而且同案的共犯甚至还知道 说自己已经被监听了 跟监听员打招呼 郑文灿的律师团提出的抗告也已经分案 郑文灿第三度走进桃园地院 但这回大概连自己都没算到 会是走路进来搭球车离开 因为涉嫌在市长任内周会 三度开机押停 在11号傍晚5点57分遭到收押规见 桃园地院也揭露收押原因 首先法官认定郑文灿有逃亡可能 因为他具有相当政商人脉及资历 很有可能借此逃亡 加上他又否认犯行 有躲避罪责的动机 再来是法官认为他有串政嫌疑 关键就是因为郑文灿在7月4号 从日本一回国 5号凌晨6点就被调查局干员 送往桃园地检侦讯 但在这之前他还把握时间 用来传讯息 给还在海基会上班的失信秘书 内容就跟应讯时答辩方向相同 可见他在应讯之前 就已经有管道得知 检察官整办内容 逆妥答辩方向 调查官监听时 还听到郑文灿的共犯说 我的电话不干净 有人在监听顺便问候线上朋友 回顾郑文灿一周内 报到院检时间点 7月6号他第一次遭检方生压 500万交保露出参销 检方当庭抗告 7月8号检方递交正证 高院撤销裁定 7月9号二度开机押停 1200万交保 检方再抗告 7月10号高院发回耕材 检辩三度攻防 郑文灿最后在11号收押禁件 陈律师是来定抗购状的吗 但失去自由的郑文灿 他的律师陈永来 也在晚间九点压线提出抗告 不过法界表示 这回要是高院撤销员处分 发回桃院 将再度陷入更财抗告循环 若高院裁定抗告驳回 押在看守所的郑文灿 无法再抗告 目前高院已经分案 而与郑文灿卷入贪污案 背后关键的高龄88岁 台宿前总经理杨兆林 在6月初以1000万交保 检方也抗告成功 将在12号上午10点半 找开击押停 郑文灿遭到了收押 之前高院发回了重裁 就提醒地院的法官们 不要忽视郑文灿的实质影响力 因为这一次郑文灿被收押 新闻稿曝光了 他绵密的政商关系 人家的往来有多么的宽阔呢 像是在他开庭之前 就已经掌握到了 检方的征讯方向 那么让外界质疑的是 在桃检是不是就有郑文灿的人马呢 而另外呢 早就知道被监听了 那么调查局内是不是也有人泄密 郑文灿涉探案 检院双方三度激战之后 最后裁定积押禁件 而高等法院在发回更财的新闻稿当中 也提到最终的关键就是因为 郑文灿有串政疑律 涉嫌贪污洗钱泄密 郑文灿沦落被高招压 高院二度发回更财 就提到郑文灿政商关系绵密 人际往来广阔 具有极高政治地位 以及社会影响力 直指裁定交保的定院法官 显然忽略郑文灿的实质影响 这次第三度激压庭压了郑文灿 也曝光郑文灿的影响力 到底有多大 郑文灿被发现 5号开庭前将答辩方向传讯给秘书 等通早已知悉争办内容 但怎么会知道 陶检中可能就有郑文灿的人嘛 不只桃园递检 连调查局郑文灿也很有办法 摊开法院新闻稿提到 廖家父子知道自己被监听 曾说出我的电话不干净 有人在听 等通调查局疑似也泄密 7月6号第一次开积压庭 裁定500万交保 主因是同案被告几乎都被押 所以排除郑文灿串政可能 7月9号二度开积压庭 裁定1200万元交保 考量郑文灿政商地位 用交保就能代替收押 每次交保都有理由 郑文灿1998年当选议员 后续曾任行政院新闻局长 桃园市长行政院副院长 以及海基会董事长 人脉广阔各界都有好朋友 谁帮忙谁串阵谁泄密 这场风暴只会越来越大 东三军的卢品 有些体验天被保抖 前桃园市长郑文灿 从绿营的明日之星 到如今深陷了贪污风暴 而一大早国民党的立委们 大咬了黑糖馒头喝麦茶 奉刺跟郑文灿吃一样的 看守所的早餐 反观民进党的内部 则是低气压 早安 我们体验2-3-5-0的生活 来来来 2-3-5-0的生活 来喔来喔 早餐店女孩小心一早有够酸 结在来你的党團大会上发早餐 你叫早餐店吗 不是我家早餐店 但是我 但是我做过早餐店 所以我这个熟门熟路啊 黑糖馒头配麦茶 声称要体验郑文灿一早吃的 2-3-5-0风味餐 我是气炸的 大多是气炸的 因为气炸的速度最快 然后等一下被他抵的部分 我吃了 我吃了 蓝尾大口咬馒头脆的哦 郑文灿收押期间后 风波持续烧 蓝营把握机会酸好酸慢 体验一下没有冷气的生活 要怎么过 这个郑文灿就一句话 掰啦 对于他的政治发展 我个人是比较悲观的 不认为他有什么条件 再回桃园来选举 蓝营越是参笑 猛打郑文灿 绿营越是不孝 必自己发难 尤其福运党自从郑文灿 被收押期后 态度持续低调 我帮郑文灿来过湿口吗 过去一起打拼的同志啊 这个是对民进党来讲 第七啊 有比较第七啊的感觉吗 大家是不是听当然不会啊 不能也不方便 对侦办中的案件 表达任何的意见 那我期待 物往物种 对于内部持续低七啊 毕竟党中央已经出手吃血 即郑文灿停权三年处分 如今郑文灿的涉探案 重创绿营形象 也难怪台湾民营基金会董事长 尤盈蓉新柔 民进党完全执政的 Happy Hour 已经结束 东云学员女士奇 沈亚与刘娇 在台北采访不到 前台湾市长郑文灿 遭到收押 而媒体人点出来 看守所里面 没有冷气只可以吹 任何郑文灿会受益圈 还有国民党立委 徐炒新英 她就开算 刚好让她体验 飞和家园之下 没有冷气吹 立法院最新时间交给主播敬影 好 前桃园市长郑文灿 昨天被押到了桃园看守所 今天国民党立委徐炒新 早上的时候特别准备了 60份的黑糖馒头 加上麦茶 这和郑文灿同款早餐 说要让大家体验一下 2350的生活 提到2350的生活 媒体人点出看守所 可是没有冷气的 徐炒新就开酸 民进党不是要飞和家园吗 那就好好来体验一下 没有冷气的日子 我们一起来听 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多多体会吧 不是要提倡非和家园 用爱发电吗 这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就是说民进党对于能源政策 一直是反核当成神主派 不断的涨电价 再用人民的公帑去补贴台电 然后让台电已经即将要亏损 但是他们却置之不理 那刚好可以让郑文灿 这个过去他曾经一度要被传出 说可能会成为行政院的这个院长 那体验一下没有冷气的生活 要怎么过 郑文灿设满心腹试验庇被指 成为串政的中心人 任职还就会参设他 跟着郑文灿同进退 以辞职 但却人间蒸发不知去向 还被列为被告 他对郑文灿来说到底有多么重要 关键一论 实验庭到底是何许人也 陈鲁市彦庭在桃市府公司的沿尾茨 表示实验庭确实低调 行少在镜头前出风头 但东森新闻持续追 他曾出现在郑文灿的书中 以贴身木调的视角 阐述老板的饮食 从早餐爱吃猪血汤油饭肉跟面 到自己的口味跟着变 这层亲近的关系 在地议员这样形容 任何人在内民众的陈情 跟郑文灿讲了什么 郑文灿一上车 或者是一回过头 就是试验庭在旁边会接着 然后把他笔记下来 郑文灿的守门人 或者是郑文灿的把关者 一点都不为过 很敏感的这种话题 那试验庭他完全全就 这个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一直以后你饶了我吧 事实上在7月5号应讯前 郑文灿用LINE传讯给试验庭 让法院怀疑他 可能提前掌握检方侦办之外 试验庭也多次代表郑文灿 联络廖廖俊宋父子 不难让人想象 试验庭身上还有多少资料 过去他曾担任 太阳花角色小组学生代表 之后郑文灿参选桃医市长 第一份工作就是加入竞选团队 当选之后 从机要秘书升任市长是副主任 再被带进正院 担任副院长办公室主任 后来郑文灿任职海基会后 才获聘为三次 试验庭一路跟着郑文灿 超过十年 车手跟水房之间的关系 它都脉络巨熄 然后完完全全能够掌控 身为照样者的试验 田英过去照样十年 如今得想办法 在自己照浪中求生存 郑文灿任务事情怎么到 随着郑文灿被羁押 整个土地弊案的相关人等 也都被转换了 其中就包含一名被告 他是前台塑集团的高层杨兆林 因为杨兆林涉嫌行 会郑文灿500万元 他第三度来到这里开羁押亭 这一次积押的理由 是维持原本的裁定 以1000万元交保后船 那么你看到杨兆林 他今天就是出来之后 他是被看护推着轮引 很明显看到他身体非常的虚弱 这也是为什么 他这一次维持原本裁定的原因 因为法官认为 包含这文灿 还有其他被告都已经被压了 所以杨兆林 他没有勾结串阵之余 再加上您看到 他身体非常的虚弱 他已经高龄将近90岁了 因此有其他替代手段 就是限制出境出海 没有继续积押他 那么群啊 为什么杨兆林会来开 第三次的积押亭呢 最主要是第二次积押亭的时候 法官当时是并没有让检方到场的 所以检方没有办法 在法庭上陈述完整的意见 就直接让杨兆林 以1000万元交保 所以高等法院认为程序有问题 目前杨兆林 他确定是1000万元交保后船 那也就是维持原本的裁定 目前检方也已经在拟起抗告 以上市场最新 在把镜头交还棚内 在桃圆看守所 为您掌握到 郑文燦他目前的最新状况 我们都知道 他昨天晚上5点57分 被裁定积押 信件之后呢 他仍是立刻转到看守所里面 包含他的晚餐 他已经在狱中 进狱之前呢 已经吃了面包果腹 所以他是没有吃 看守所准备的晚餐了 而郑文燦今天早餐 吃什么呢 来看到他吃了黑糖馒头 水煮蛋 还有慢茶 这样的早餐 对于前桃圆市长郑文燦来讲 或许不够丰盛 而他目前在等的是什么呢 就是等他的律师提起抗告 因为根据整个法律的程序来讲 律师可以在5天内提起抗告 有可能呢 这个裁定积押的结果呢 就有可能被驳回 那目前郑政已经送到高等法院了 而律师在昨天也是连夜 写起了抗告书 他今天一早8点半的时候 就抵达到桃园看守所要绿舰 最主要当然要看到昨天桃园地方法院裁定积押的理由 那么桃园地方法院为什么会裁定郑文燦积押呢 透过图卡带您来看到 最主要就是因为郑文燦他涉嫌七年多前的土地弊案 他收了500万 虽然说这个钱有退还回去 但是法官怎么看呢 法官说2018年5月21号的时候 郑文燦曾经找了桃园地主的住家 去他家里面疑似有串供的嫌疑 在哪里呢 就是在大家还记得吗 郑文燦7月4号 从日本回国之前 7月5号就被传唤了嘛 那么他被传唤之前呢 又有传讯息给他的助理 表示他的答辩方向 这意味着什么 表示呢 他有可能在检方在征讯之前 就已经知道检方的侦办进度了 再来以郑文燦他的政商背景来讲 他极有可能有逃逸的能力 因此呢 最后法官他是裁定说 因为整个土地弊案都还在侦查的阶段 因此郑文燦他有可能会逃亡 串阵还有灭阵之余 当然被羁押了 那么目前呢 郑文燦他已经在看守所待过 一个晚上 他自备了凉洗枕头还有棉被 就是希望可以在里面睡得好 因为这一晚对他来讲 真的睡不着 加上里面没有冷气 那么我们刚才掌握到的最近消息是 原本桃园监狱预计 九点半的时候要出来受访 表示说郑文燦他昨天 还有今天早上的状况 但是桃园监狱突然更改了 说不受访 那这有没有可能是律师进去之后 希望桃园监狱封口呢 因此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值得细细观察 以上像掌握到的最近消息 再把镜头交还棚内 当然来关心 前桃园市长郑文燦在七年前 为了一块九点五公顷的农地 要编称成工地使用 卷入了弊案 当时行贿的是有前台座高层杨兆林 今天杨兆林最新的司法进度就是 他第三次被传唤 要来开积押亭 不过为什么他这次会被传唤呢 因为最主要就是因为 随着郑文燦被积押之后 检方又掌握到更多的市政 而其中高等法院发现了 桃园地方法院第二次给出积押的原因呢 发现原来检方当时第二次积押亭的时候 根本没有被传唤也没有到场听听 这也让检方没有办法在第二次积押亭的时候 陈述他们所搜集到的证据 因此高等法院是认为 桃园地方法院他们在程序上确实有瑕疵 才会把全案发回到第三次的积押亭 而刚刚杨兆林最新的积押结果也出来了 他维持原裁定同样以一千万元来交保 不过为什么这次同样会被交保呢 目前桃园地方法院还在拟新闻稿当中 目前已经得知到最近消息是 桃园地检署同样不满杨兆林被交保 所以现在还在拟抗告状 那么全案最主要就是因为郑文燦 他当时有收了土地业者五百万元 虽然说郑文燦有把这一个钱还了回去 但是检方发现他手上的新市政 郑文燦已是有串供的嫌疑 因此全案现在好像相关人等都被积押了 但是风波还在持续延烧 以上像最先在把镜头交还捧内 带你来关心政坛焦点 也就是郑文燦的摄探案 在昨天他被积押禁件 那么对此他的律师团当然是相当的不满意 直接来提出抗告 那也在昨天召开完积押亭之后 马上就来书写这个抗告书 在昨天晚上将近九点前 是把这个抗告书送到这个桃园地方法院了 那法院收到之后 也以最速件将相关的卷证送到高等法院 因此也等于说 今天最快就会有一个结果 那我们透过手板来看 带您回顾这个整个时间轴 郑文燦他其实是在七月五号的时候 被检方传唤 原因是因为他是涉嫌土地开发弊案 有一次这个贪污以及洗钱 还有泄密的嫌疑被检方来传唤 检方认为他的这个罪证是相当的重大 因此是申请积押 那么其实在这个 来到院方开庭的时候 院方是认为最后是五百万元交保 理由是因为他有这个 有积押的理由 但是没有积押的必要性 最后是五百万元交保 那么检方当然是不服 赶快来提出这个抗告 最后高院是撤销发回跟财 那么来到第二次 这个检方来进行开庭 最后是一千两百万元交保 也是二度抗告 那么其实呢 最后还是在高院 还是撤销再度发回 来到第三次检院答辩之后呢 最后才是羁押禁件 那今天到底会不会有一个结果 等待高院和一庭审议之后 如果有最新的消息 我再随时为您做掌握 持续在桃院看守所 为您掌握到郑文燦的第一手消息 那么今天早上除了律师 来绿见郑文燦之外呢 还有一位民众 他手上提着一袋物品 要来看郑文燦 这个民众手上带的是什么呢 他主要是带三本书 还有三件的白色T恤 那这个书大家也很好奇说 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内容啊 我们刚才实际观察了一下 这本书第一本呢 叫民主在美国 另外一本呢 是课纲中的台湾史 还有一本是从黎明到衰土 所以从这个书籍来看呢 都是跟政治类历史有关的书 那么这一名民众到底是谁呢 他究竟是郑文燦的亲友团 还是支持者 我们实际询问呢 他非常低调都不愿意回答 但是可以从民众送的书里面观察到 尤其从黎明到衰土这一本呢 最主要是要讲说 近五百年的人类关键的历史 那么去反馈说 现在文明有什么困境 所以他送这本书的寓意是什么呢 的确让大家觉得很好奇 那么这个民众不只送书 他除了这个去签 然后把这个书跟衣服送到郑文燦那边之外呢 他还有去福利社 另外勾选的一些东西要给郑文燦 包含了说 像是两倍牙膏牙刷等等的日常生活用品 但是呢 因为一个人 一个人一天的上线只能送两千块 所以民众呢 他没有办法送更多东西 最后有些东西被取消了 而另外他同时也问监索人员 可不可以送郑文燦会客菜 他想要送给更多郑文燦会客菜 让他在里面吃好一点 不过监索人员同时也告诉民众说 会客菜一天只能送一次 所以从里面观察到 或许这个民众 他可能是郑文燦的亲友团 同时他也低调不多谈 而另外呢 律师从早上八点半的时候 抵达桃源看守所 在将近十点的时候离开 当律师面对媒体而询问说 郑文燦他昨天睡得好吗 吃得好吗 律师通通只有一个回答 就是都很好 也就是说律师对于整个郑文燦 在里面的情形不愿意多谈 而实际上呢 原本桃源监狱看守所这边呢 也是想要出来说明 郑文燦他在里面过得怎么样 最后也是临时取消了 因此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一次郑文燦被收邀 在桃源看守所里面 各界都很紧张 都很敏感 对于相关的讯息呢 都很低调 以上是现场掌握到的最近消息 再把镜头交还桶内 没关系 郑文燦今天被收押了第一天 那么他为什么第三次会被收押 究竟这一次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最新的司法消息传出 因为郑文燦他本人为了自证清白 他把他的手机拿给了法官 还有检察官看 其中手机里面就有传讯息 给助理说他的答辩方向 因此这个部分呢 被法官认定说他有串供之余 因为正常来讲 你怎么可能会事先知道 检察官要怎么问你 侦办的过程是什么 不可能会事先知道的 这一次他为什么被收押的原因 而除了随着整个案子 除了郑文燦被收押之外呢 全案是因为一起堵土地弊案 9.5公顷的农地变更使用有关 而宋前的那一方呢 总共五个人 其中有四个人被击押 其中一名前台所高层杨兆林 他因为高龄90岁 所以他才没有被收押 他是以1000万聚保的 不过现在案情来到这里 郑管他已经被击押了 所以检方再次提起抗告 就是希望杨兆林 能够一起被击押 而目前早上10点半的时候 杨兆林的击押亭 正在审理当中 所以说呢 整个土地弊案 全案真的是越延越大 越来越多共犯一起进来 随着共犯有可能被击押 另外还有一些相关的证人 共犯等等的呢 也都会再次继续被约谈 而我们知道呢 今天早上除了这个郑文灿律师 来绿见他之外 还有明明中 他手上拿着三本书 还有三件T恤要送给郑文灿 甚至呢 他还跑到福利社里面 去多买一些日常用品给郑文灿 而这一名男子 究竟是郑文灿的亲友团 还是是支持者呢 这个部分 这名男子全程保密到家 而目前律师针对郑文灿 被羁押的案子呢 已经向高院提出了抗告 高院目前也已经收案了 因此下午高院有可能会做出 最新的裁定 以上现场掌握到的最新状况 再把镜头交还棚内 到底谁泄密 谁是内鬼 七年前 资讯怎么样流出去的 七年以后 为什么相同的戏码又再度上演 令委黄国昌酸溜溜的说 郑文灿真是神通广大 原来早在第一次应讯之前 就已经知道检调的侦办内容 还能把答辩方向准备好 从地方到中央提供一条龙的服务 清廉 情政 爱乡土 证实 一场骗局 最大的笑话 夜路走多终欲鬼 在民进党的所谓 弊案黑箱之下 这个弊案盖牌之下 那基本上是非常嚣张 哼着走 蓝白口径一致 要求法务部应该彻查 到底是谁泄密 因为陶检指出 郑文灿在7月5号应讯之前 用LINE传讯息给秘书施艳庭 两人拟妥答辩方向 而这位秘书曾经担任过 太阳花决策小组 之后郑文灿参选桃园市长 加入竞选团队 当选之后就进入市府担任机要秘书 2016年 升任市长是副主任 之后郑文灿也特别把施艳庭 带进行政院 担任副院长办公室主任 后来郑文灿任职海基会董事长之后 也获聘为参事 施艳庭一路跟着郑文灿 超过10年 可以说是重要心腹 根据了解 郑文灿收押之后 施艳庭就没进海基会办公室 施艳庭本来就是郑文灿 很信任的一个心腹 而他在郑文灿身边的表现就是 很灵活 然后也有一些创意 守口如瓶 然后反应很灵敏 不算是这种重大的事件 他也是相当信任 他的这个左右手 郑文灿遭收押的关键之一 就在跟秘书传讯席 拟妥答辩方向 各界警钉到底是谁走漏消息 背后还有多少争议 没有曝光 东森新闻刘维成 柯健荣叶庭在台北报道 郑文灿第三度走进桃园地院 但这回大概连自己都没算到 会是走路进来 搭球车离开 因为涉嫌在市长任内周会 三度开击押亭 在11号傍晚5点57分 遭到收押觐见 桃园地院也揭露收押原因 首先法官认定 郑文灿有逃亡可能 因为他具有相当政商人脉及资历 很有可能借此逃亡 加上他又否认犯行 有躲避罪责的动机 再来是法官认为 他有串政嫌疑 关键就是因为 郑文灿在7月4号 从日本一回国 5号凌晨6点 就被调查局干员 送往桃园地检侦讯 但在这之前 他还把握时间 用来传讯息 给还在海基会上班的失信秘书 内容就跟应讯时 答辩方向相同 可见他在应讯之前 就已经有管道得知 检察官整办内容 逆妥答辩方向 调查官监听时 还听到郑文灿的共犯说 我的电话不干净 有人在监听 顺便问候线上朋友 回顾郑文灿一周内 报到院检时间点 7月6号 他第一次遭检方声压 500万交保 露出参效 检方当庭抗告 7月8号 检方递交正证 高院撤销裁定 7月9号 二度开机押停 1200万交保 检方再抗告 7月10号 高院发回耕材 简便三度攻防 郑文灿最后在11号 收押禁件 但失去自由的郑文灿 他的律师陈永来 也在晚间9点压线 提出抗告 不过法界表示 这回要是高院撤销员处分 发回桃院 将再度陷入 耕材抗告循环 若高院裁定抗告驳回 押在看守所的郑文灿 无法再抗告 目前高院已经分案 而与郑文灿卷入贪污案 背后关键的高龄88岁 台宿前总经理 杨兆玲 在6月初 以1000万交保 检方也抗告成功 将在12号上午10点半 找开击押亭 东西文肖阿民 马恩凯 林河用桃源报导 郑文灿涉探案 检院双方 三度激战之后 最后台定 积押禁件 而高等法院 在发回耕材的 新闻稿当中 也提到 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因为 郑文灿 有串正疑虑 涉嫌贪污 洗钱泄密 郑文灿 沦落被高招押 高院二度发回耕材 就提到 郑文灿 政商关系绵密 人际往来广阔 具有极高政治地位 以及社会影响力 直指裁定交保的 定院法官 显然忽略 郑文灿的实质影响 这次第三度激压庭 押了郑文灿 也曝光 郑文灿的影响力 到底有多大 郑文灿被发现 5号开庭前 将答辩方向传讯给秘书 等通早已知悉 侦办内容 但怎么会知道 陶检中 可能就有郑文灿的人嘛 不只桃园地检 连调查局郑文灿 也很有办法 摊开法院新闻稿 提到廖家父子 知道自己被监听 曾说出我的电话不干净 有人在听 等通调查局 疑似也泄密 7月6号第一次开积压庭 裁定500万交保 主因是同案被告几乎都被押 所以排除郑文灿 串政可能 7月9号二度开积压庭 裁定1200万元交保 考量郑文灿政商地位 用交保就能代替收押 每次交保都有理由 郑文灿1998年当选议员 后续曾任行政院新闻局长 桃园市长 行政院副院长 以及海基会董事长 人脉广阔 各界都有好朋友 谁帮忙 谁串阵 谁泄密 这场风暴只会越来越大 东山区的卢品荣要体验 台北报道 来喔来喔 早餐店女孩小心 一早有够酸 结在来营的党员大会上 发早餐 你叫早餐店吗 不是我家早餐店 但是我 但是我做过早餐店 所以我这个熟门熟路啊 黑糖馒头配麦茶 声称要体验郑文灿一早吃的 二三五丁风味餐 我是气炸的 大多是气炸的 因为气炸速度最快 然后等一下北海底的部分 满尾大口咬馒头脆的喔 郑文灿收押今天后 风波持续烧 来应把握机会酸好酸满 体验一下没有冷气的生活 要怎么过 这个郑文灿就一句话 掰啦 对于他的政治发展 我个人是比较悲观的 不认为他有什么条件 在回桃园来选举 来应越是参笑 猛打郑文灿 绿营越是不孝 必自取发难 尤其福音党自从郑文灿 被收押机后 态度持续低调 我帮郑文灿来做出口吗 过去一起打拼的同志啊 这个是对民进党来讲 第七啊 有比较低气压的感觉 大家心情当然不会好 不能也不方便 对侦办中的安歉 表达任何的意见 那我期待 勿往勿走 绿营内部持续低气压 毕竟党中央已既出手吃血 即郑文灿停权三年处分 如今郑文灿的涉探案 重创绿营形象 也难怪台湾民进会董事长 游吟荣辛柔 民进党完全执政的 Happy Hour 已经结束了 冬营学员旅士奇 深爱与刘教 在台北采访不到 没有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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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